鯊魚在哪裡 鯊魚快游過來嗎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能夠想像我現在 就在海底世界裡嗎 這個是巨人的書櫃吧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書櫃 不要驚訝我的天... 欸!欸! 我吃到... 籃球迷你們注意了 我以為我有生之年呢 可以跟籃球精靈一起合照 我已經覺得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籃球精靈是誰 沒錯 今天更厲害了 台灣第一等居然有辦法 集合了 NBA三大的傳奇明星 要跟我一起合你 哪三大 有籃球大帝 Lavon James 還有黑曼八 Kobe Bryant 更厲害的是 居然請到了 籃球精神 Jordan 各位觀眾朋友 在哪裡 就在我的身後 有沒有看到 欸! 這是很壯觀耶 雖然不是本尊啦 但是 其實你看一個舊社區 然後有一個這樣子的 大面塗鴉牆 而且都是很多運動員 喜歡的這些巨星 我們相信很多人一定會在這邊 打卡流泥 所以小肚也好 要好好的來這邊 有一個贏 有沒有拍到 陳大哥 有 拍得很漂亮 很漂亮 是 我看一下 真的 這個比那個 NBA的三大球星還來得壯觀耶 這個大概有多高啊 這個找有40公尺高 40公尺 三層樓高 對 為什麼是用這個花朵來做一個 那這個是一個 美國的一個女性藝術家 莫娜 她畫這個 它有兩層 兩個意義啦 第一個意義 它是一個代表紫錐花 它這個是一個紫錐花 它就代表一個環獨 紫錐花是一個環獨的 對 它也象徵我們台灣 是一個環獨的國家 是 只對它是在一個耐寒 耐陰 耐熱的一個 惡劣環境之下 可以成長茁壯的一個花 所以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堅韌 象徵了我們台灣人民 對 沒有錯 對 象徵我們台灣人民 你看 對 對 我比較好奇的是 這個林亞區已經是全台灣 最大的地化的這個區了 是 沒錯 為什麼當初會有這個麵頭 我想要有這麼多的這個壁畫創作 是 這個在三年前我們剛剛是 我們希望營造每一區 有一個區域的特色 喔 那我們林亞區的一個特色 我們想說在三年前 我們就想希望打造是一個戶外的 一個美術館 是 開放一個戶外民眾 對 民眾就可以在戶外 不用買掉就可以看到 我們大型國際的一個藝術壁畫 而且我發現其實很多舊房子 因為它要等到都更或要拉圖 都要花很長的一段時間 對 還不如讓這些真的是藝術家 來當作一個畫部來創作 而且可以吸引很多人 高雄林亞是全台第一個大型壁畫的行政區 也有全台最大型的街頭彩繪 目前共有77幅的大型彩繪作品 走到市區裡 很容易就可以看見藝術的創作 堪稱是現在高雄最行 最熱門的打卡景點 到底這趟戶外美術館之旅 還會有哪些令人驚喜的藝術品呢 鯊魚在哪裡 鯊魚快游過來嗎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能夠想像我現在 就在海底世界裡嗎 鯊魚來了... 鯊魚... 大姐...快點啦 鯊魚在哪裡 大姐... 還好妳這邊有鐵人 這裡是海底世界的 真的很壯觀耶 是 這邊有幾棟都是 我沒有實際上給她算過啦 不過很多 很大耶 從這裡一直到那個路口 全部都是在海底裡面耶 對...是的 當初你們這個畫家在畫的時候 你們那時候會不會覺得她是在亂趕 不會啊 因為我們衛國展已經有38年了 是 所以之前我們的感覺是她又老舊 又沒有價值 可是彩繪之後呢 她讓人家耳目一些 紅杏 一開始你們都沒有拒絕 沒有啊... 都贊成 因為人家藝術就是他們有那個天分 所以今天的人潮會越來越多 妳有發現畫完之後 真的人潮越來越多嗎 很多人在這裡拍照打卡 教育都會來這邊照相打卡 畫完之後妳有沒有覺得開心 當然 整個地方的這個 因為妳這樣子 這個地方就會繁榮 是 對不對 所以妳是很支持的 不然本來就是一個很老舊的 沒有價值的 可是因為她彩繪之後感官 所以這個是要歸功妳 我們禮掌她的功勞 因為她就是很有謝 所以才把我們這個魏魯國寨 還有台塘這邊才改變得這麼好 老舊的國寨社區有一個很可愛的名字 叫做迷迷村 當初因為有心人士的大力推動 和全體居民的齊心協力 才開啟了這場耗時費力的灰姑娘變裝秀 今天邀請到了壁畫達人帶路 讓我好好來認識一下迷迷村 張大哥 你拍好了嗎 拍好了… 我就是千元抄的第四人 是不是… 我發現這個迷迷村裡面 有許多的藝術家的創作跟巧思 是 那本來這是一個互動師的壁畫 那我們也邀請到當時我們的藝術家 是 透過這個壁畫來畫 所以其實您可以看到這個壁畫 其實非常有趣 它不是一般畫的 它是仿造我們的千元大抄 一條線…這樣畫出來 我們光那個黃偉線 就畫了2000多條線 你知道你整個迷迷村 唯一一個美中不足的是什麼嗎 還是有缺點啊 是 沒有邀請到我這個藝術家 太可惜了 我只是欠人材費 是… 我是很有藝術天分的 明年我們一起畫個小鈴鐺 我跟你講 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 讓你看一下 真的… 那我明年要邀請 太漂亮了 不是我愛吹捧自己的藝術細胞 實在是有這麼多的作品 看得我也心癢癢的 真的很想要秀一首 大哥說 迷迷村也是林雅區壁畫創作 最集中也最多的地區 而且作品旁還有可供掃描的QR Code 不但可以看到畫家和作品的簡介 還可以按照地圖路線尋找壁畫 讓遊客拍好拍滿 大哥 麻煩你幫我拿一下 世界現代美術發展那一本書 好 麻煩你了 讓我拿一下 你看 所以這整個牆面都是一個書櫃的概念 是 這是我們的書櫃 這個是巨人的書櫃吧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書櫃 我跟你講真的喔 看在心裡是很感動 然後會讓人家一種很療癒的感覺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熱門的打卡景點 我很想要了解一下 當初是誰 誰有這個創作的概念 把這整個建築物變成一個書櫃 對 可能很喜歡讀書 也喜歡讀書 所以就是一個長輩就對了 那你幫我邀請他進來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邀請我們的 長輩圍竹兄進來 小朋友 你是旁邊玩石頭 我們這邊大人在工作 這是你的創作 對 怎麼當初會 想要把這整個建築物 變成一個書櫃 這個想法 因為我做壁滑圓有一段時間 對 在這一次案子滿特別的 是看到這個建築物 是一格一格的 對 然後想說透過這樣 這樣創作的方式 可不可以跟原本的建築物 做一點結合 那我們就 可以幾隻廣益有了這個構想 想說把它衍生成一個 很大型的書櫃 那就擺放了各個我喜歡的書籍 還有我藝術家同好的名字 或者是一些 欺負我的一些事件 把它反映在這次的作品上面 這一個作品還有一個細節 大家仔細看喔 這個建築物其實它是有很多的窗戶 可是乍看之下 你會找不到窗戶在哪裡 是 所以這個創作的作品 也結合了窗戶的彩繪對不對 對 讓它變成一個完整的一個 書櫃的概念 是 其實維族它是我們當時 第一族在迷你俗化的人 是 當時他用那個中國的 用文字 然後寫下了遺書 是不是 然後完了之後的效果 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們就覺得 是不是可以繼續挑戰 這個大型繽紛的書櫃牆 就位於在高雄捷運 會武營站五號出口 出站右轉就能看到它 不僅打卡度超高 也可以當作 拜訪迷你村的第一站 想知道這個大型壁畫 其實也要克服心裡的恐懼喔 要坐這一台這種車子 這樣上上下下 對喔 他們在做外床的壁畫 因為我們都高樓層的作業 需要用到高雄作業 對 他們可能比較厲害 自己操作高雄作業的 是他自己在上面操控 對 要往左就往左 往右往上往下 全部都靠自己 是 它其實是四棟連 就是做一個主題 每棟都有不同的魚的種類 種類就對了 對 它都是以淡水魚為主 這邊就是以海水 所以他就想說 用這樣做結合這樣 我們今天現在 我跟立友現在已經 到了四層樓的高度 要完成 你這一幅是 對 鯨魚嗎 對 哇 還要再高啊 對啊 喔 喔 哈哈哈 唉唷 唉唷 而且這其實滿晃的 因為你知道 這不是一個專業的人 在操控這原梯車 所以那個在上升的過程當中 其實會搖搖晃晃 一開始要不要打草稿 要啊 一定要打草稿 要用什麼打 就是打在牆上的稿 就是直接用噴 直接用噴的 對 這麼厲害 對 用噴的 那那個比例要抓得很準 對 所以你要在還沒有動工的時候 你要先就是設定好說 下一步要怎麼 他們難的是在這個工作的環境裡面 你知道那個車子很晃 他們要克服這個晃動中 然後把他們的作品完成 而且你們是不是習慣了這個晃動 對不對 你們一停下來 而且他人一搖 一蹲下來一站起來 那個車子是一直在晃 所以真的會有一點像那種 坐船在暈船的感覺 就一開始開的時候就會怕 那我要畫哪裡 你可以畫這邊 就是像這樣子 淡淡的這樣子 淡淡的這樣子 對對對 這樣喔 對 不要驚訝我的天 唉 我知道你 我嚇了一跳 我知道你為什麼想要做這個魚了 因為它這個小的瓷磚 很像魚的鱗片 對 有一點 所以你在完成 你看你近看其實就是像鱗片 魚的這個鱗片 所以你在畫它就更生動 你知道嗎 你畫魚就會有一個那種 鱗片的這個 是 樣子出現 就是每個牆的那個機不一樣 這裡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畫到這裡來 沒有 差不多就這樣 對 因為我現在在畫那個反光的質量 我知道 等於就是它有一點點那個 類似像陰影的效果 對 我跟你講這一些藝術家 是怎麼克服高空的障礙 並不是不害怕 只是他們在專注在創作的時候呢 他們就忘了這個 這一個高度 其實你知道嗎 連這個雲梯車呢 它都是樓空的 所以你在沾顏料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的高度離這個地面有多高 你是不是覺得我會有天分 我覺得會有天分 我是講真的 我是是跳南在北嘛 還是我加入你們的行列可以啊 反正我又不怕高 我現在缺人手 缺人手 我是真的要畫 你不要叫我這邊 只是幫你提東西喔 不會 在四層樓高的地方畫畫 不但得受限於建築物的陽台 窗戶等格局 還要長時間在客難又狹窄的 吊車上工作 你有說 如果不是心中強大的藝術熱情支撐 讓它克服巨高的心理障礙 它恐怕早就打退堂鼓了 體驗完高空創作 我回到地面 準備要來好好施展身手囉 可以稍微近一些 近一些也比較好掌控 對 慢慢 那像這樣可以 它也可以用這樣噴 它讓邊可以更銳利一點 那個線條更清楚 所以要靠近一點 它就會這個色彩就會越實 然後也更好控制那個線條 對不對 是 各位觀眾朋友已經不知道 這一道牆的用意是什麼 這算是台灣第一等 以及圍族的一個crossover 謝謝 是不是 聯名款 聯名款 因為這一個牆面的主題叫做台灣第一等 沒錯 而且這個字體就藏在這一個作品裡面 大家一定看不出來 現在因為還是半程度 只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這邊是你是有畫錯還是怎麼樣 怎麼會有一些 這個奇奇怪怪的顏色在這裡面 是在我們做圖之前 我們就會先做一些記號 來方便我們做打稿跟圖案的定位 就很像我們畫圖打格子一樣 就是做記號用的 因為這個牆面很大 有時候要先做一些記號 你等一下在創作的時候 可以提醒你說這邊要做什麼 對 在比例也比較好去抓 因為我早期做壁畫 是以風格以寫詞為主 是 那後期就想說 因為街頭藝術跟圖案 是國外帶來到亞洲的 那我想說 可不可以用一些亞洲的元素 去跟這個街頭藝術去做結合 所以我喜歡書法 對 我覺得中文字 對 我就把它書法去做 做互相的結合這樣子 社區裡的彩繪地點 並不侷限在建築物或大馬路 就連巷弄內的車道出路口 或者是居民聊天休息的涼亭 都成為創作者的畫布 就社區大翻轉 變成藝術村 甚至還紅到了國外 成為令人驕傲的台灣之光